男子携妻子一起到德国出差 顺便捋个油 却不慎将行李拉到了机场 男主回机场取行李出了车祸 醒来后发现 妻子竟然不认识自己了 自己的身份也被另一个陌生人取代 包括警察在内 没有任何人相信男子的身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语歌出品必须精品 今天的来部 气氛营造出色的悬疑片 由莲姆尼森饰演的男主 是一名生物教授 携妻子一同来到德国柏林 去参加一场生物科技高峰会议 着陆后 夫妻俩打了辆出租车 但由于血太大 行李员给男主漏撞了一件行李 不知情的夫妻俩就这样坐上了车 下车后 妻子去酒店登记 男主下车时发现少了件行李 重新打了辆车 回机场去取行李 却赶上一路塞车 女司机被男主换了条路线 途中却不小心遭遇车祸 车打直直扎进了河里 男主砸到头 当时陷入了昏迷 司机小娜砸破车窗后 拼尽全力将男主从车里救了出来 但由于小娜是非法移民 在救火人赶到后便悄然离开 被惦记的男主 脑中快速闪过一些记忆片段 男主昏迷了四天后才醒来 因记忆受损丢失的部分记忆 车祸前后的事都记不起来了 身上也没有证件 只记得自己和妻子的名字 医生让男主别着急 他会去查询 有没有人报案寻找男主 这只手表是去巴黎度蜜月时 妻子给男子的礼物 与妻子的甜蜜记忆 再次涌入脑中 这本《德国植物图谱》 是小时候付钱送给男主的 最后一页有几行神秘数字 不知道是干啥的 新闻中播放着沙达王子 将出席生物峰会的新闻 男主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签过出院协议后 男主来到举行会议的酒店 在这里看到了妻子的背影 那只妻子立自见到男主后 竟然说自己也不认识他 这不但不认男主 还喊来了自己的丈夫 如果这人是马丁教授 那自己是谁 妻子显然没有在开玩笑 男主被保安请了出去 男主告诉保安 那男人是冒充的 但妻子不认识自己 这事怎么解释 工作人员在网上查读了男主的资料 网站上的照片 却是那个冒牌货 如今男主百口莫辩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只得告诉保安队长 可能自己真是车祸 导致记忆混乱了 叫了辆车回医院 但这者是为了迷惑保安的 车没开出几米 男主便让司机停车 再次回到了酒店 看到妻子 正在与冒牌货开心的享受晚宴 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男主心中五味杂陈 想去住店 却被告知没挣钱不给住 联系自己在美国的同事老罗 电话也无人接听 自己还揍着一个男人的跟踪 男主走得越快 眼镜男就跟得越快 最后男主直接冲进地铁 将眼镜男挡在了外边 总算甩着这条大尾巴 走投无路之时 男主想到了就自己的出租车司机小娜 来到出租车公司 在小赫的帮助下找到了小娜 男主想知道 自己当时是在哪上车的 要去哪 要去做什么 但小娜是非法移民身份 什么都不敢对男主说 男主又去找 此次丰厚的主角贝教授 两人几周前约好今天见面 那只冒牌货 已经先踏一步到了 帽牌货告诉教授 男主脑子坏掉了 为证明自己的身份 男主说出了 之前自己与教授通话的内容 万万没想到的是 帽牌货也对通话内容了如指掌 与男主接合着异口同声 最后帽牌货拿出了 带有名字的驾照 上边还有他与妻子的合照 合着自己才是冒牌货 男主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后又是在医院 热心的护士给男主介绍了一个 很擅长找人的大叔 医生后悔放男主出院 要给男主做进一步检查 注射过震惊剂后 一段段与妻子的回忆再次涌现 回到现实后 那个跟踪他的眼睛男又来了 他将男主推到一只病床上 往书液道里注射了一针未知液体 随后一把扭断了护士的脖道 男主拼尽全力 拿走了护士衣兜里的剪刀 剪断自己手上的绑袋 向医院外狂逃 最后乘坐一辆修风车 逃离了眼镜男的追捕 此时男主以草木皆兵 身边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可疑 不知道该相信谁 最后男主来到了护士街市的找人大叔家 大叔曾是东德的秘密警察 如今已经退休 男主将情况告诉了东叔 得知男主是护士姐姐介绍了的 东叔愿意帮男主调查真相 要男主将小娜找来询问 为了让小娜帮忙 男主将手表送给了他 今天太晚了 男主决定先在小娜家将就住一晚 小娜一直在存钱 打算存够钱就买证件离开这里 男主要他卖掉手表 再压钱就够了 这时开出的小黑来给小娜送车钥匙 原来两人是情理关系 小黑刚走 眼镜哥就带人闯了进来 他挟持了小娜 杀手小胡子去找男主 男主也听到动静 从浴室逃出房间 然后杀了个回马枪 救了小娜 两人缠斗时 小娜逃下楼 看到小黑也领了盒饭 在小娜的帮助下 终于干掉了眼镜哥 两人开上小黑的出租车逃离 但这种电影肯定少不了追车戏 杀手小胡子很快又追了上来 ロー 小娜在电车撞上的前一刻救出男主 总算有惊无险地逃过了这次劫难 小娜很生气 认为都是男主害了小黑 但如今两人是一条神似的骂障 最终决定与他共进退 而此时男主发现 册子最后的数字是一组密码 在植物图法的正业里能找到对应的文字 对沙达王子一直在赞助贝教授的研究 贝教授研究的全新农作物种植法 能解决饥荒问题 他想将研究资料公开 但沙达王子的作法 遭到本国极端分子的痛恨 期间多次遭到暗杀 莫非那个冒充男主的男人 想借机接紧王子杀就他 既然如此 那妻子就是被逼迫的 男主趁冒牌货不在时 去美术展找妻子见面 妻子见到男主很惊讶 随后说 自己的确是被逼迫的 让男主去机场找回行李 在约自己在机场碰面 还给了男主一个深情的吻 这时东叔以前的同事 寄来了男主与妻子入境时的照片 这证明男主的记忆没有出错 这时男主之前一直联系不上的同事老罗 给东叔打了电话 表示自己也来到柏林 要来见东叔 获顿电话后没多久 老罗就来了 老罗问东叔 为啥要帮男主 东叔说是因为后期 很少有师兄 能引起他这个老间谍的兴趣 有个从不失始的暗杀组织 谁给钱就替谁工作 东叔已识破 老罗就是来杀自己的杀手 自知也无法脱头 又不想被折磨 东叔刚刚已服下了情话物 在临死前已猜测出了男主的真实身份 此时男主也来到机场 找回了自己的公事包 包里的护照证明 男主就是马丁教授 公事包里男主与妻子的合照 也辅证了男主的记忆 并没有出错 另一个才是冒牌货 为感谢小娜 为自己做的一切 男主掏出一大堆钱 夹在杂志里送给了他 紧急的小娜提醒男主 万一你妻子和他们是一伙的呢 但男主坚信 妻子不会害自己 小娜不好在说什么 将手表还给男主后离开了 结果真被小娜说中 来者不是妻子 而是杀手boss老罗 准备离开的小娜 看到杀手小活的电云男主 与老罗一起 将男主装进了车 这不能走啊 小娜抢了辆继承车 赶去救男主 原来男主是杀手集团的头牌 马丁教授这个身份 是杀手组织 为混进峰会捏造的身份 那个也不是男主的妻子 而是男主的杀手搭档 撞坏脑袋的男主 将虚构出来的人生 当成了自己还真正的人生 而那个冒牌货 是备用B计划的杀手 老罗是杀手集团老大 得知男主出了问题 赶来擦屁股 如今男主也找回了公事包 可也消失了 老罗准备对男主下手时 小娜赶来相救 将两个杀手连人带车 一起撞了下去 这妹子一人干掉三个杀手 感情踏踏着对牛的角色 男主找到了自己的真护照 原来他本名叫威廉 是加拿大人 而男主三个月前 曾来过柏林一次 男主想起来了 当时自己和假妻子 真搭动丽姿 在王子的客房里 装了一颗炸弹 如果放人不管 今晚王子必定凶多吉少 此时王子也进入酒店 去参加今晚的派对了 随后贝教授也来了 例子借帮教授放包包的机会 将一枚姐妹悠寒 插到了他的电脑上 随后借机来到房间 输入图符伟爷色的密码 黑金电脑 考走了教授的专利资料 与此同时 男主与小娜也闯进了派对 告诉保安队长 我三个月前 在王子房间装了炸弹 但队长不信 认为男主另有图谋 与此同时 利资将专利资料 拷败到自己的电脑后 打开了定时炸弹开关 队长这边 调出三个月前的监控 确信了男主没有说谎 启动警铃 疏散所有兵客 资料已到手 利资不想一倍的被通缉 去解除炸弹 让B计划的杀手丈夫 去除掉贝教授 这种全新品种玉米 能带任何气候种植 偷走资料户杀掉教授 就能大赚数十亿美元 炸弹引爆后 大家会以为 王者是被极端分子所杀 却不知王者者是个谎的 杀手毕过 准备对教授下手时 男主冲过来 与情敌打到了一起 两人干了一架 男主没讨到半点便宜 此时 利资还是没来得及拆除炸弹 炸弹引爆后 利资当场丧命 男主也被倒打的石块砸中 一瞬间全响起来了 客户又杀手集团 拿到被教授的资料 并杀掉教授 让人们以为 王者才是目标 教授者是陪葬 一切一切的男主 决定不再和这帮家伙同流合污 这记忆回来了 肌肉记忆也一起回来了 毕竟是杀手集团头牌 打得毕哥满地找牙 毫无招架之力 最后一刀送了毕哥和饭套餐 在小娜的搀扶下 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 被教授与沙达王者联手 将研究成果 免费分享给了全世界 这下全人类不再害怕饥荒了 男主也被自解于小娜 重新弄了一个假护照 这下一站 俩人会去哪里玩呢 不明身份 英明无名杀鸡 狙击陌生人 是2011年生用 莲姆尼森主演的 美国悬疑片 这部电影 悬疑气氛处理得十分出色 引人入胜的剧情 令观众始终怀着极构的好奇心 想了解男主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最近看的电影太多了 男主被撞坏脑袋之后 我就猜测到 男主是个间谍之类的人物 他的身份一定没那么简单 不知道你们猜到 男主的真实身份了吗 网上有很多人评论 这部电影 男主最后突然改席归正 此处剧情设置的太过突兀 不够合理 一个杀手集团的头号杀手 怎么能说变成好人就变成好人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 认为剧情缺少铺垫 转折过快 虽然与个我对人类的大脑 与记忆里这种东西不太了解 但还是觉得 这处设置的还是挺合理的 理由是 这部电影在男主失忆后 想害他的人 全是杀手集团的自己人 这些人唯一担心的 就是男主破坏他们的计划 为了让男主别捣乱 想尽办法要除掉他 就连男主以为是妻子的搭档 也在欺骗他 骗男主取回行李 再让老大杀了男主 为做掉男主 这些杀手杀人不眨眼 先后杀掉了 一直在帮助男主的护士 小黑还有东叔 连小娜也险些遭他们毒手 要知道 东叔几乎是无偿帮助男主的 他只收了男主50块钱 作为正常开销费 而小娜为了男主 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回了搭救 男主即使恢复了记忆 记起了自己是个杀手 但他也是个有感情的人 知道谁对自己好 谁对自己不好 即使不为全人类的未来 为了复仇 也得破坏掉这个计划呀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曝根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动作小手 点赞转发收藏 鼓励一下雨哥 你们的鼓励 是我坚持做下去最大的动力